比吕智还狠毒的达吉,挖心沙孕妇砍掉双脚,她究竟做了多少坏事? 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说到达吉,大家并不陌生,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关于她的故事传说,今天我们要来讲述的是她做过的四件恶事,当然达吉做的坏事远不止这么点,挑了四件比较著名的来说。 先简单介绍一下达吉,左传记载,于公元前1047年,商周王攻击有苏部落,有苏部落抵挡不住进攻,在灭亡时,部落首领选择投降,并且献出了牛羊马,以及有苏部落非常著名的女子达吉献给了商周王,自从商周王得到达吉后便沉迷其中,对达吉的要求都是言听必从,达吉也不是省油的灯,内心歹毒,成语红颜祸水来形容达吉是再适合不过的了。 达吉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怂恿咒王杀死忠臣笔干,这件事让朝中文武震惊,至于杀死笔干的理由也是让人愤恨惊叹,达吉对咒王说想印证一下传说中的古话,圣人之心有蹊跷,然后咒王听信怂恿,也为了博得达吉的微微一笑,便真的处死了忠臣笔干, 并且把笔干的心给挖出来了。 这第二件事便是达吉杀死孕妇,只为了目睹所谓的大富贫贫和怀胎的样子,这么做竟然只是出于好奇之心,结果是葬送了母子二人的命,可见达吉的心有多么的邪恶和肮脏,自己也可以是母亲,却要拿别人来探究竟,满足了自己,祸害了别人。 第三件事更加让人难以理解了,在严寒的冬天,达吉看到有人赤脚走在冰上,便有心生好奇,觉得在如此的大冷天,还能赤脚在冰上行走,双脚必有什么奇特的地方。 然后悲剧来了,达吉命令人把那个赤脚行走的人的双脚砍了下来,然后自己观察探个究竟,当然并没有探出个所以然来,但却害了那个赤脚行走的人。 第四件事便是达吉的本性使然了,达吉非常爱慕荣华富贵,想夺得天下无数奇珍异宝,于是乎给周王献祭,周王为了讨好自己的妃子,便派人四处寻得奇珍异宝,还有很多名贵的野兽,然后放在露台和露院之中,以供观赏享乐,达吉自身的贪念和虚荣,可是害苦了文武百官还有百姓们。 前面所说的这四件事是达吉比较著名的故事。 除此之外,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达吉发明的袍洛刑法,将铜柱涂油,燃衣火炭,令犯人在上面走路,达吉本身还很喜欢观看行刑的过程,并且以此作乐,让人难以理解。 有一次达吉和周王在露台上再歌再舞,循环作乐的时候,达吉看见江皇后的七十多个宫女不肯歌舞,还眼眠哭泣。 这让达吉心里十分恼火,她认为这是江皇后在利用这七十多个宫女挑衅示威,于是达吉就对周王吹起了耳蓬风,说这些宫女藏有祸心,意图谋反,应该对她们施以酷刑。 以警校友,原本就昏庸无道的周王,此时更是对达吉言听计从。 所以当达吉说出要用菜盆之行处置那些宫女的时候,她想都没想,就令人在摘星楼前挖了长宽五十米深三米的大坑,然后将不计其数的蛇蝎毒虫投下去,再将这七十多名宫女投入坑中,供万虫撕咬折磨。 达吉喜欢折磨犯人看犯人的痛苦,来换取自己的乐趣。 所以商朝时期的严刑酷法达吉在犯人身上试了个遍,可是这样仍然无法满足她对于折磨犯人的渴望,她想看到犯人更加痛苦。 更加猙獰的表情,那样的情景在她眼中可谓是再好不过了。 于是在后来的某一天,周王与达吉外出游玩,而在路边达吉看到一段正在燃烧的木头,明显已经有了一部分的烧焦,在这段木头上有着一些蚂蚁。 这些蚂蚁因为怕火烧,所以在木桩上乱窜,因为木桩烧焦的部分实在太烫,最终掉入了火中,这样的场景给苏达吉一种启发。 于是回宫后,她就让周王命人制造炮烙柱,并进行研究改进,袍洛之行也就此诞生。 所谓袍洛之行,就是将一个铜柱烧得通红,让犯人赤脚走在上面,如果承受不住,就会掉落在下面的火坑中,被活活烧死。 所以,无论是赤脚走过烧红铜柱,还是掉落火坑之中,都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刑罚折磨。 这样的折磨,可以说是真的生不如死,而这种刑罚也成为了当时一大比较有特色的酷刑。 而这种刑罚也被周王应用并保留下来,也有不少忠良之臣遭受过如此酷刑。 谁能想到令人望而生畏的袍洛之行的刑具,竟是传说中的美人苏达吉所创,也正是这样的酷刑,让周王逐渐失去了臣子的拥护和百姓的支持。 世人对于苏达吉也是深恶痛急, 商朝也加快了走上灭亡的进程。 袍洛之行,刺商朝之后便被遗留了下来,因为这种刑罚对于逼迫犯人招供是一种极其有利的办法。 不过袍洛之行经过后世历朝历代的发展,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,由原来的袍洛之柱改成了烙铁,袍洛之行也变得更加简单,更加折磨人。 后世的袍洛之行,要比苏达吉所发明的更加让犯人难以忍受。 他们会将烧红的烙铁直接印在犯人的肉体上,这样的方法不会让犯人死去,但是却让人极其的痛苦。 甚至有些朝代会在烙铁上刻上一些侮辱性的字,而随着烙铁烙在犯人的皮肤上,烙铁上的字也会跟随犯人一辈子。 所以很多犯人要么是无法忍受烙铁的痛苦,要么就是害怕这种屈辱留在自己的身上,很多犯人都在这种刑法下不得不招供。 而烙铁这种东西,在后世被人们发明并改造成为如今的运斗。 在运斗未被发明之前,人们发现烧热的烙铁可以用来运烫衣服衣服更加平整,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,烙铁也与科技相结合,形成了人们生活中所用的运斗。 而运斗在如今的社会已经成为家家必备的一种生活用具,可以说深得很多家庭妇女的喜爱,它可以使衣服更加的平整,更加的美观。 所以苏打几曾经发明的袍洛之行所用的刑具,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,以及后世之人发现它别有用途,于是这种刑具演变成了如今生活家居中必备的运斗。 这样极具折磨人的刑具发生如此大的变革也是一种比较好的结局,并且这种转变还对后世之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帮助,说来也讽刺。 这样一个折磨刑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居然成了服务家庭的一种工具。 历史文化的车轮总是向前的,最后到了公元前1046年,周五王联合诸侯讨伐商周王,经过牧野之战,打败了商周王,自此商朝灭亡。 商周王逃到露台自焚而死,一代暴君就此陨落。 当然,打击也没有逃脱被讨伐的命运,周五王找到打击后便将他诛杀了,一代红颜祸水的典型也就此陨落。 周王也是彻底被爱情冲昏了头脑,失去了理智,无论自己的美人提出什么要求,他都尽量满足。 这导致当时出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血案发生,而也正是因为这两人所犯下的种种过错。 导致当时的商朝失去了越来越多的百姓的拥护,他们转而投靠更具人性和道德的周朝。 这也为日后周朝覆灭商朝奠定了群众基础,在周五王彻底击败周王,将商朝统治推翻后,很多商朝时期的旧臣和社会上的百姓也翻起了旧账。 他们将商朝覆灭的原因都归结到了妲己的身上,认为她是祸国殃民的妖女。 甚至在后来,周五王居然还对妲己的尸体进行辱尸泄愤,她先是在尸体上连射几箭,在这之后又将她的头颅砍下悬挂在城头之上。 周五王之所以会如此反常且冷血的举动,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,这第一方面就是从妲己个人角度来说,她确实没有直接给周五王带来什么伤害,但是在商周两朝军队交战的过程中,妲己也曾为周王出谋划策,帮助自己的丈夫去镇压商朝的反叛,而且还为此调动了自己家族的力量,这给周五王在伐周的时候带来了巨大的阻力。 其次就是和妲己背后的家族有着莫大的关系,妲己本姓苏,根据历史的传说,她是当时商朝末年苏护大将军的女儿。 祖商更是以苏家为首的强大部落,整体的家族势力在当时的商朝时期不容小觑。 在两国交战之后,苏家选择依靠商朝,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商朝的统治,而苏家这样的做法也让周五王对他们心怀怨恨,所以等到战争胜利之后, 周五王就拿妲己来发泄心中的愤恨之情。 都说红颜祸水,但是细细思索那些长相美丽的女子,她们生来拥有一副好看的皮囊有什么过错? 她们也不想自己的国家覆灭,自己的丈夫惨遭杀身之祸,沉迷于美色是帝王个人的事情。 那是她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欲望,怪不得别人。 所以说真正错的不是这些女子出众的容貌,而是当朝统治者自身。 如果她们能够及时端正自己的思想,改正过错,那么也就不会出现国家覆灭的结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